关于俗称拨插的组建旅换 与失事飞机有关的传言不实 首先,我想强调 事故原因调查的唯一权威信息渠道 是事故调查组 东航正积极配合调查 其次,失事飞机未设计该组建的维修 2019年10月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的安全警示 波音对全球737N机型飞机机身 和机翼的一个连接部位组件 也就是俗称A4的拨插进行的紧急检查 涉及全球上千架有序列号的再测客机 其中,东航云南有限公司和飞机一架 东航技术云南分公司 在波音的合作和授权下进行了专业检查 并完全符合民航的释放要求 目前,该架飞机于2020年9月8日退出机队 而本次事故中的B191号飞机机临仅6.8年 共计飞行8986架次 远没有达到机型射航指令标准中 波插部件最严格的检修标准 22600个飞行起码 因此,321事故飞机完全不涉及该部件的检修问题 网传信息不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